好来看到曾经荣获全国选农奖受总统表扬的模范农民吴厚德 他的孤场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损失严重 吉安乡长游淑珍接同吉安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前往关心农损的状况并且致上了慰问金 更表示吉安乡公所会与吉安农会连结资源 规划农特产品的运销协助农友渡过难关 原本应该要比手长大的肥后木耳 现在卷在一起看起来就是营养不良 卖相更是不好 这是吉安乡的养孤场在这次地震当中造成的损害现象 损失估计超过100万 吉安乡长游淑珍和吉安乡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特别前往关心探视 今天来到我们神农奖吴厚德的农场里面 看到摘下来的一些菌菇包 还有损伤的这一些超过百余万的灾损里面 我们带来的近视不舍 以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甚至于连结了我们的吉安乡农会 为我们的农民 为我们的农产 再一次地来做关怀 同时因为书花的中断 也带来滞销的问题 未来我们会推展出吉安市信移居的这样的一个苏星的社团补助 希望我们全花莲县甚至于全国的乡亲来到吉安 来作为我们餐饮的食用 也带来农民提供菜色的这个经济效益的循环 希望我们尽早的脱离强政的一个灾害 因为我们吉安也是以农立乡了 也是属于农业大县 那全县我们的共同运销金额跟数量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农特产品都送到台北124去拍卖 那因为0403书花断了 那所有的农特产品都要往南回走 那这家上观光客也没进来 所以整个农产品的销售都降了非常的多 不管是金额上不管是销售数量上都是 造成农民很大的损失 那我也很谢谢县长跟乡长 针对农业这个区块给予很多的支持跟协助 那我想不管如何0403的路还很长 我们希望说在不管在农油上 不管在观光客不管在台北的消费者上 都能多支持我们花莲吉安的农特产品 孤厂主人吴厚德表示受损的木耳虽然还是可以使用 但是价格只能够卖到二分之一 而且掉落在地上的菌包无法再生长 损失非常大 期待政府部门可以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乡长游淑珍也呼吁大家 要选用在地的农业食材 期盼可以尽早脱离强盛的灾害影响 借吕惠家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